蔡依林演唱经典老歌甜蜜蜜一开口全场杀眼,她演完尴尬发文,请自动帮我消音谢谢。 第五十四届金马奖颁奖典礼所盛大举行,到了第四组表演邀请到小天后蔡依林演出时代歌后,幸福记忆节目,首次登上金马表演舞台的她,像巨星前辈凤飞飞,邓丽君,珍妮,蔡秦致敬,没想到。 第一首歌曲是邓丽君的《甜蜜蜜》,不知道是耳机听不到音乐欢怎么回事,第一个字就没抓到音准的蔡依林很明显地在这编曲中迷路了,许多网友在电视机,电脑前面都非常替她紧张。 不过之后的蔡秦流今岁月,珍妮《最后一页》以及凤飞飞的《追梦人》蔡依林用多年来的专业和经验,渐渐扰规稳定感。 最后凤飞飞的经典歌曲《祝你幸福》更是把先前的失误一并不足,最后字幕浮出谢谢你们用电影写下每一个时代。 时蔡依林深深一鞠躬,画面相当感人。 虽然大家不算满意,但是认为平常唱歌跳舞为主的蔡依林,连续演唱这么多首经典老歌,这表现已经很不错了。 其实蔡依林本身的歌曲都是以中高音语为主,但是这些经典老歌通常带有混厚的嗓音,低音语的挑战让蔡依林吃足了苦头,这次的表演更让她得到大部分的负评,让她自己也在网络上表示,请自动帮我消音谢谢。 蔡依林的经纪人汤姆也表示,其实在彩排时蔡依林就有点紧张,底下的卡斯实在太大,这次演出少了身旁的舞者相伴,道具,特效等等,而且也是非常难得她穿上优雅的礼服唱歌,这也难怪整场表演蔡依林看起来都有些不自然了。 一起来看看这段演出吧。 蔡依林,出生于台湾台北线新装饰,是台湾著名华语流行音乐女歌手。 蔡依林因不断革新其音乐风格与视觉形象而闻名,被视为推动舞曲成为大中华地区主流流行音乐的重要人物,其如今完全主要于音乐事业上的方向与步骤,高制作水准的音乐作品更无可置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種特色人的有 Our мі leg